好 接下來呢是國際大現場的時間 要來看到的是關注大陸國務委員王毅 他直接說了 美國是阿富汗問題的始作俑者 而更多讓我們把時間交給欣宜 好了 大陸外交部網站的最新消息指出 大陸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在和荷蘭外交部長熱線的時候 針對阿富汗的局勢交換意見 王毅表示美國是阿富汗問題的始作俑者 更不應該一走了之 也不應該又想實施制裁 現在應該真正落地阿富汗人的 主導阿富汗人的所有這個原則 尤其是美國應該採取實際行動 來幫助阿富汗實現平穩的過渡 那麼這是美國應該負起承擔的責任 這是王毅對美國說的話 法新社報導 西班牙國防部長接受訪問的時候警告 恐怕必須把一些曾經 為西班牙工作過的阿富汗人 留在阿富汗 沒有辦法將他們全部撤出 還說原因不是西班牙能夠掌控的 結果傳出是因為西班牙早就察覺到 其實美國總統拜登並不想要多留在阿富汗 而法國外交部幕僚長也表示 如果美國決定在8月底之前把美軍全部撤完 那麼法國也會再提前到26號先行結束 撤緣的任務 結果今天清晨拜登就出面宣布堅持空運撤離美國人和阿富汗盟友的最後大線 8月31號是不會延後 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今天也出面表示 阿富汗的職業女性現在必須待在家裡 表示這是一個非常臨時的程序 因為塔利班的安全部隊 現在沒有接受過如何和女性打交道的培訓 在阿富汗安全之前 塔利班要求所有女性都要待在家裡頭 BBC報導說塔利班其實在2001年之前 管理阿富汗的時候執行嚴格的伊斯蘭律法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什萊特表示 婦女權力就是一條基本的紅線 還說她收到有關於塔利班招募兒童兵的報告 後來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也通過了一項決議 確認對於婦女還有女同權力的堅定承諾 就是賈穆希德他其實還談到了 以美國為首的撤離行動 因為現在美國軍隊還是控制住喀布爾機場 那到現在為止已經有大約58000多人撤離 那他也重申 塔利班的立場就是行動應該在8月31號之前 就要結束梅德商量 阿富汗境內反塔利班的勢力 以及根據定最新曝光 其中最大一個陣地就是在龐吉夏河谷 現在當地有民兵還有前阿富汗的維安部隊 都聚集在這塊地方 宣誓將會長期來抵抗包圍他們的塔利班戰士 雙方都說希望可以透過談判來解決對峙 可是呢關於這個戰略要地的命運 其實到現在協商還是沒有出現突破的跡象 這個地區呢其實是以塔吉克居民為主 長期以來就是抵禦侵略者佔領的一個歷史 超過了一個世紀 最有名的就是已故遊擊隊指揮官馬數德 有龐吉夏之師的稱號 當年蘇聯派出幾千名軍人 攻擊直升機還有戰車 很多次的出征這個地方 歷經的集場血戰還是沒有辦法打敗馬數德 2001年的時候美國遭遇911攻擊事件的前兩天 和塔利班結盟的恐怖組織蓋達就曾經派人 暗殺馬數德 現在在當地帶領的民兵 還有前阿富汗的政府軍要抵抗塔利班的 就是馬數德的兒子小馬數德 那麼阿富汗的前副總統現在也在龐吉夏河谷 等於是這一些集結起來的反塔利班勢力 現在還在堅守當中 因此塔利班就派出了幾百名的戰士 前往龐吉夏周冰的地區 很有意思就是要包圍當地 逼迫反塔利班勢力來投降 那麼據瞭解最新消息是 反塔利班勢力被包圍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們的食物和燃料供應 都已經被切斷了 儘管他們宣誓說會來對抗所有的攻勢 但是現在也不清楚他們剩餘的物資 可以抵住塔利班的長期包圍能夠有多久 以上就是全球現場為您掌握最新狀況 請坐 upstairs 坐 坐 定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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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